第1下看北妮坎大山 欢迎来到下期二看 我是小鸡 驱魔是一个经久不衰 且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西方有十字架 圣水 圣经用于辅助 东方则有桃木剑 俘虏 糯米等除魔工具 由此可见 无论文化是否有差异 人们对驱魔这件事的看法 还是出其一致 那么现实中真的会有如此奇异之事吗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影片 千博士驱魔研究所 千博士本名千东芷 在韩国开了一家驱魔所 平日和手下圆培一起帮人除邪消灾 这天他们接到一个新委托 富商女儿被恶灵附身 性情大变 而按照地址来到客户家 接门前东芷抬起右手 露出手腕绑着的红绳金铃铛 发现无论怎么摇晃 铃铛都不会发出声响 这点本十分反常 却让东芷放下心 开始检查周围环境 这时 富商女儿出现在阳台 对着二人破口大骂 富商与妻子听到后 急忙向东芷道歉 而这女儿一直性情温和 却在一夜之间变成这样 一定是被恶鬼上身 话还没说完 东芷突然粗暴打断 皱起鼻子一阵狂秀 最终将目光落在院子角落的石像上 告诉夫妻俩 这就是事情的关键 很快 袁培在院子里搭建法阵 把石像裹得严严实实 并叮嘱富豪一家 千万不要离开金线围城的圈子 富豪女儿满脸不屑 对着袁培一阵嘲讽 这个气坏她的母亲 急忙呵斥闭嘴 不过东芷并不在意这些 冷声提醒 那石像的作用 根本不是守护家园 而是守护墓地 将如此重邪之物放在家里 自然会引来恶鬼 说完 从袁培手中接过银剑 用力刺进石像体内 下一刻 石像竟通体星红 面前白水也变成血色 更是不断翻滚 宛如沸腾 紧接着 狂风骤启吹的不怜 烈烈作响 这诡异画面 吓得富豪一家 瑟瑟发抖 大气都不敢出 可他们却没注意到 袁培手中 正藏着一个遥控器 那些灵异之士 不过是他暗中操控 原来 东芷和袁培 是一对江湖骗子 通过装饰弄鬼 细耍客户 但这次 二人却搞砸了 他们的汽车 因为围停被拖走 导致设备失去信号 装在石像下的炸药 提前引爆 如炮弹般 砰的一声射进屋内 好的 几人反应及时 没有发生危险 东芷健壮 随即应变 声称恶灵 怨念极深 还未出去 叮嘱富豪 不要再购买东西 需要什么 就让妻子挑选 并且给女儿 放两周假期 让她去做想做的事 此话一出 富豪女儿的态度 直接180度大转变 对着东芷 深深聚功 向她诚挚道歉 富豪与妻子 健壮欣喜若狂 对东芷佩付的 五体徒弟 不仅送上大红包 还让二人免费 带走诗相 就这样 一场闹剧般的出摩 正式结束 回去的路上 东芷向袁培解释 她一开始就看出 富豪女儿 初代青春期 性格叛逆 而那诗相 之所以放在院子角落 一定是因为 富豪妻子 不喜欢丈夫的眼光 所以才会提出 那两项建议 这便是东芷 最厉害的地方 她出摩 靠的不仅仅是 装身弄鬼 更重要的是 察言观色 用脑袋和心眼 让客户心服口服的 掏出票子 说话间 二人来到一家古玩店 把从富豪那里 骗来的宝贝 卖给店主黄社长 黄社长和东芷是老相识 二人关系颇为密切 大家对她坑蒙拐骗的 做法十分不齿 亨铁不成钢的提起老堂主 然而话音未落 五年的气氛突然凝固 东芷脸色大变 再也没有留下的心情 似乎她与老堂主之间 有了一段 不能提及的往事 夜幕降临 袁培回到公司 开始剪辑今天拍摄的驱魔视频 正当她聚精会神的工作室 一个女人忽然悄无声息的 出现在身旁 吓了袁培 魂不附体 整个人倒在地上 然而对方却毫无反应 只是介绍自己名叫幼京 希望他能帮忙除魔 回过身的袁培很是惊喜 伸手就要接下委托 不料东芷却开口回绝 这让袁培有些疑惑 我们能碰到生意就不错了 为什么还要推开呢 东芷听了意味深长的告诉他 那女人手上戴着不合尺寸的钻戒 显然是为了摆阔偷母亲的 这样的人就算完成委托 也不一定能拿出钱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他话还没说完 幼京突然闯入办公室 竟将五千万韩元倒在桌子上 并承诺这只是定金 事成后还有五千万违款 东芷没想到自己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当即寒怒其身态度坚决的接下委托 没办法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三人马不停提他朝幼京家赶去 不过东芷也没被金钱冲昏头脑 路上不断猜测他的身份 带着母亲的钻戒开着父亲的豪车 一支千金却住在乡下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矛盾的人呢 东芷想不脑袋也想不明白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对此毫不知情的幼京正驾车带路 就在他即将进入隧道时 路中央突然出现一个女人 吓得又急猛打方向盘 可在东芷二人眼中却空空如也 显然这趟驱魔之旅 不会有想象中那般顺利 随着两辆车驶出隧道 浓郁大雾扑面而来 刚刚还晴朗了天空 瞬间变得阴沉 仿佛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 压抑的让人有些喘不过气 而等他们来到幼京居住的村庄 又发现更加离奇的是 当地有不少人正在搬家 同时几乎所有院子都在办白事 这诡异气氛让东芷灭色一领 逐渐意识到不对 二人在幼京的带领下走进房子 发现屋内一片狼藉 卧室衣橱更是挂着一把大锁 事宜至此幼京也不再隐瞒 表明自己妹妹被恶鬼附身 只能无奈出此下策 说完掏出钥匙拉开衣柜 露出被绑在椅子上的妹妹又敏 看着如此害人的场面 就连大打咧咧的圆培都不由的挤背发凉 找个理由就要离开 却被东芷拦了下来 他再度亮出金铃铛 用力摇晃后仍没有声响 悬着的心顿时放在地上 拿起东西准备去摸 因为这金铃铛正是老堂主留下的法宝 如果遇到厉鬼就会发出声音 既然此刻仍没有反应 那就表示不会有危险 此番话虽然无法打消圆培心中的恐惧 但老板都这么说了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在屋内布置法阵 却看到右京手持电击器 似乎已经预见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东芷拿着道具银剑 来到被绑成粽子的幽敏面前 掏出铃铛安慰他不会有事 然而下一刻 那从未响起的铃铛竟发出清脆之声 落入东芷耳中如同炸雷 他大脑一片空白 浑身寒毛直树 整个人僵在原地 铃铛响了 难道真的有鬼吗 不等东芷反应过来 幽敏日嫩的小脸突然变得猙獰 紧接着屋内阴风乍起 吹得法阵摇晃不止 右京明白局面失控急忙上前 原胚还想阻止他 却被电影晕过去 就着眨眼间功夫 幽敏已经挣脱束缚 东芷拔出腰间断裂的七星宝剑 可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被幽敏抡起椅子砸到 只见他面露轻光 宛如地狱中爬出的索命厉鬼 随后那光芒破体而出 惊情剧成一个轻面长发的男人 站在右京面前 右京没有慌乱 把这件事告诉东芷 东芷挥舞断剑用力披下 只听砰的一道破碎之声 一切归为平静 就连那浓密大物都瞬间消散 让阳光再度洒落村庄 仿佛这件事彻底结束 可就在东芷二人准备离开时 忽然发现隧道上方有个男人 正默默注视 那毫无生气的眼神 让东芷心声不响 急忙嘱咐袁培去请黄社长帮忙 自己先返回村庄保护右京 黄社长得知铃铛响了 同样大惊失色 带上驱魔用的灵丹鼓匆忙出门 路上他向袁培说出一件 不愿提起的往事 原来东芷的爷爷 曾是守护村庄的老唐主 东芷少年时期 还有一个弟弟东芸 而他因为是长孙 所以得到爷爷的遗传 能完美复刻封印鬼怪的金服 但东芷却对唐主之位不感兴趣 便偷偷交换金服 让东芸成为新一任唐主 然而之后的一天 东芸突然消失不见 老唐主在他枕头里发现一张符纸 顿感大事不妙 为了寻回孙子 他不眠不休做法三天 在最后一刻发现 东芸被一个名叫凡天的邪恶巫师抓取 凡天为了成神 不断吸取其他巫师的灵力 尽管老唐主最终找到东芸 却双双死在凡天手中 等黄社长得到消息 只剩那把断裂的七星剑 他倾注敌人的强大 带走东芷将其抚养成人 又让他改名唤姓 以此来摆脱凡天的追杀 可这件事却成为东芷一生的痛 认为是自己害死的弟弟 他成立驱魔所除了赚钱外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 找到凡天为亲人复仇 说话间天色一样 二人离村庄越来越近 但凡天的毒手已经再次伸出 他拿出一个竹筒 催动灵力让原神出鞘 华伯叶瑟夫在村民里长身上 对此毫不知情的幼京打开房门 下一刻灯光熄灭 他随即察觉到不对 拿起电击器想要反抗 却被身强力壮的里长一把打落 抬手就要取下那双 能窥探阴阳的神奇之眼 千钧一发之际 只听啪的一声催响 里长直直倒在地上 原来是东芷拿着七星断剑赶来 成功救下幼京 可还没等二人松口气 凡天又附在幼敏身上 操控着他翻窗逃走 眼看妹妹陷入危机 幼京再也顾不得起他 惊叫着追了上去 不过东芷仍留有理智 他割开幼敏的枕头 在里面找出一张熟悉的复制 顿时明白 幕后黑手正是凡天 一时间心仇旧恨涌上心头 可凡天为什么需要右睛的眼睛呢 东芷想不明白 只好压下愤怒冲出房屋 正当三人追逐间 一辆面包车停在幼敏面前 凡天的信徒拉开车门 接他离开 不过凡天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一声令下 让信徒打开三个箱子 里面装有大量竹筒 每一个都能通向无辜村民的躯体 凡天的原神离开幼敏 拖着戏场尾光钻入一户人家 被操控的村民手指铁锹一跃而出 东芷健壮急忙抵挡 与其站在一起 好在他身手不凡 再加上有七星断剑相助 一旦接触到村民身体 便能赶出凡天的原神 然而凡天仍不死心 竹筒碎裂后立即接过下一个 原神在村庄上攻不断盘旋 东芷只好小兮意的拉着右京躲避 但还是被凡天发现 所幸七星断剑足够强大 帮他击退一个又一个被附身的村民 很快仅剩最后一个猪筒 侵徒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惊慌之下失手掉在地上 让东芷趁机与右京驾车离开 气得凡天勃然大怒 操控着他生生切断手指 残交声瞬间响彻整座房屋 可凡天却露出得意之色 因为右鸣已经被带到面前 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庙 他明白东芷与右京一定会回来的 不久后逃脱的东芷二人 顺利与黄社长会合 掩盖他满脸伤痕狼狈不堪 黄社长既心疼又愤怒 劈头盖脸痛骂一顿 但事已至此 说再多也没有意义 必须想办法拯救右鸣 解决凡天 可谁知道那神秘的家伙 躲在哪里呢 听到这话 东芷得意洋洋的拿出 刚才找到的福祉 明白 这就是寻找凡天的关键 不过他灵力敌威 还需要高人相助 于是在黄社长的带领下 找到半仙正名 据说他能召唤 无所不知的仙女 竟然几人对此将信将疑 但眼下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随着袁培拿出厚厚一打钞票 郑明左手摇法器 右手晃指扇 整个人如触点般鬼哭了好 看着袁培暗暗发笑 这家伙不会也是个江湖骗子吧 可肉眼反胎着他哪里知道 身着白色飘裙的仙女 已经出现在屋内 仙女吹眸 扫过面前四人 看到又卿正直直盯着自己 一时间 直觉又去 附在正民身上开口询问 有情没有隐瞒 如实承认自己拥有阴阳眼 而仙女也说出凡天的真正目的 当年 老唐主为了寻找孙子 落入山洞中的陷阱意外受伤 不过 他也有备而来 忍痛拿出金服 将七星剑插入其中 换出灵力锁链 成功束缚躲在暗处的凡天 此奈凡天同样强大 竟斩断七星剑 并将金服劈成两半 抛出利刃 给正在逃亡的老唐主致命一击 索性金服虽裂 但法力仍在 最终将凡天困在当地 而幼精的双眼是唯一可以焚毁金服的事物 所以凡天才会不顾一切抢夺 只为重获自由 先遇说完 又占一出福祉的奇异之处 这种东西 无论撕开还是焚烧 最终都完好无损 唯由盗者读出上面的文字 才能将其销毁 而能看到的人 只有幼精 随着他催动阴阳夜 一个个文字悦然之上 可幼精根本不认识 好在仙女还有方法 到处一罐沙子 让他笔葫芦画瓢写下来 等幼精写完 兼多诗广的黄社长 下意识读出声 只见幼精瞬间燃剂 眨眼间便化作灰烬 与此同时 凡天的服饰衣服 凭空自然 原来 他一直通过扶纸 监视众人 这下 东芝终于明白了前因后果 决定与幼精 联手拯救幼民 封印凡天 仙女被他的态度打动 说出凡天存放 另一半金服的地点 众人马不停蹄 赶到山上 原陪一发照明弹 让黑夜亮无百昼 幼精再度催动阴阳夜 终于看到那如 蒸汽般生酮的灵力 等他们赶到 发现面前 助力着一座祠堂 周远凡台的几人 虽看不出异样 却也能感觉到 扑面而来的 森森寒意 幼精则清楚看到 祠堂周围 鬼影遍布 显然他们都是被 凡天杀害后 封印于此的地妇灵 将那些妄图 进入祠堂的人 拖入地狱 冬至明白 接下来的路 只能靠自己 他不顾右京 劝阻大步向前走去 竟将那一双双 企图拦截的鬼手冲散 似乎是老堂主的血脉 让他已不惧鬼神 等来到祠堂前 冬至拔出七星断剑 奋力斩断麻生 在拉开大门的一瞬间 淋漓如潮水般 喷涌而出 但他没有丝毫有余 一无反顾地走进祠堂 下一刻 大门自动关上 麻生扶植一一归位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不曾发生 冬至将永远不会再出现 随着一道白光闪过 冬至来到漫天野地 这里正是发现 老堂主和冬雨尸体的地方 这也是他心中最大的梦魇 正当冬至不知所措时 死去的老堂主竟睁开双眼 似乎在质问他 为什么没能拯救冬雨 紧接着冬雨握上七星刀 不等冬至反应 一刀剧痛猛地起来 只见老堂主持刀捅进他的腹部 同时冬雨带着弦硬的笑容 搬起手指 眼看七星刀就要被夺去 冬至缓缓闭上双眼 流出一滴痛苦的泪水 他明白这一切都是幻觉 爷爷和弟弟早已死去 必须振作起来 保护那些还活着的人 心念之死 冬至再度看向前方 他目光坚硬 而老堂主也变成凡天的模样 这让冬至彻底没了顾虑 举起七星刀狠狠披下 成功破除幻境 也破除自己的心魔 不久后 紧闭的大门怦然打开 冬至带着自信的笑容 举起那半江青符 而随着他离开 后方祠堂轰然倒塌 所有地妇灵也一并消散 这一幕正被躲在暗处的 凡天信徒看到 他大惊失色 没想到冬至竟真的成功了 也就意味着 凡天很有可能会失败 想到这儿 信徒急忙溜回房间 收拾财宝准备跑路 但刚转身就被浮尸偷袭 紧接着凡天带人走进屋内 将其残忍杀害 与此同时 冬至又有了新发现 他将地图上的山峰和隧道相连 成功推算出封印凡天的山洞 众人兴致高昂地朝目的地进发 幼京在隧道前再度看到那拦路女人 他正是幼京的母亲 被凡天杀害后 心怀怨念不肯离开 幼京顺着母亲手指方向看去 警发现里长出现在隧道上方 同时那被切断手指的女性徒 驾车狠狠撞向原培和黄社长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冬至措手不及 可他根本没时间查看二人情况 因为手持铁链的离掌 已经从高空重重砸下 他将铁链挂在车上 跟在后方奋力拖拽 冬至见状猛踩油门 却始终无法摆脱 女信徒迎面加速冲来 最终将汽车逼停 不能二人喘口气 离掌一把将冬至拽出汽车 尽管冬至用七星断剑 打出凡天的元神 但下一个他却再度回到离掌体内 不停纠缠冬至 让其无暇塌顾 两名女信徒趁机将右经扛上车带走 等目的达成 失去控制的离掌砸在冬至身上 冬至急忙将他推开大步狂追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汽车渐行渐运 好在他已经得知山洞的地址 很快便找了上来 右经与右敏正被绑在这里 冬至吩咐原培二人在入口布置炸弹 而后带着七星断剑独自向离走去 不料 凡天早已等候多池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二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虽然冬至实力强悍 但和凡天相比还是差了太多 几个回合便节节败退 甚至断剑都被打脱手 不过激战中 二人都没注意到 那掉在地上的断剑忽然躁动不完 锻炼处发出野猎般的橘色光芒 紧接着自动飞到他的精服的剑身上 只听枪的一声龙音 锻炼的七星剑终于完整 此时冬至刚巧被扔飞过来 他看着恢复如初的七星剑 一时间大喜国王 当即拔出神剑 浑身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气势 局面瞬间反转 冬至人间合一 如戏耍猎物般 打得凡天毫无还手之力 更是将他的弯刀斩断 然而狡诈的凡天仍留有后手 他拿出竹筒 原神附在死去的信徒身上 抛出绳索偷袭冬至 接着回归本体 钻刀冲来 尽管冬至挣脱束缚 但还是晚了一步 被凡天一手举起 重重砸在地上 眼看他就要惨死刀下 危急关头 黄尘掌敲响灵丹鼓 原培冲进山洞 射出照明弹 趁凡天反应不及 就躲冬至三人 并带上另外半张金服 眼看凡天就要冲来 幽精捡起引爆气按下 随着一道震耳欲容的巨像 动口金刻剑被碎石掩埋 但事还没完 原培点燃那半张金服 让其合二为一 冬至没有犹豫 直接插下七星剑 妖眼光芒从地板冒出 精浮如机械般旋转扩大 一根血色锁链 从虚空中伸出 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撞破碎石 精准缠上凡天的小腿 死到临头 凡天还想抵抗 但他怎么可能 是精浮的对手 最终被抽出原神 拽紧虚空 再也无法挣脱 随着凡天被封印 贴在村子里的符址 全部自毁 这座小山村 终于恢复昔日的平静 冬至也彻底完成 这场艰难的委托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袁北递给幼京一张名片 邀请他加入驱魔所 毕竟阴阳一眼 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而冬至也对这项提议 表示赞成 看来他们之间的故事 还远远没有结束 本片完 倩博士驱魔研究所 是上映于2023年的韩国影片 本片改编自同名网慢 整体剧情简单 氛围轻松 用诙谐的方式演绎出 本因恐怖的驱魔过程 这个设定很是有趣 可惜的是 反派过于孱弱 再加上无敌的七星宝剑 根本无法称诺出 男主冬至的成长 让铺垫许久的大战 轮文儿戏 有些不太过语 看完全篇 小鸡我只想感慨一句 男神江洞源 还是一如既往的帅呀 电影中 冬至江湖骗子 这一设定很是讽刺 小伙伴们在现实里 有见过或听说过 类似的故事吗 欢迎在评论区 和我们留言讨论哦 下看不白看 请您点个赞 还有什么想看的 想说的 也请在评论区 多多留言 充分的小鸡老 一定会尽量满足 各位的要求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